在一个平静的下午 一名TikTok的用户 在他家中的阳台上 拍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 很明显 一个诡异的人影 出现在了窗帘的后面 可真实的情况却是 窗帘的后面什么都没有 当然了 这件事可能没我们想的那么诡异 没准就是一个巧合 阳光刚好照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而这个人的位置 刚好可以把影子 投射在这名博主家中的窗帘上 这么分析 是否合情合理呢 光首席频道的博主 在2021年的6月 来到了日本秋田县的 第一通灵圣地 巨大的迷宫旅馆 有传闻说 在这旅馆的附近 游荡着好几百个鬼魂 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还有 这旅馆已经荒废 而他荒废的原因也很离奇 说当年有一名旅客 住进了旅馆里 而在第二天 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的死因 竟然是因为醉酒 而淹死在了浴缸里 从那以后 旅馆荒废 而博主今天要探索的 就是这样一个诡异的地方 他会遇到 这里的鬼魂吗 你看到那东西了吗 很像是一只鬼手 一个鬼魂住在自己的家中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全副武装的博主 为您现场解答 这个鬼魂已经在他的家中 待了很久了 博主想了很多办法 可是受伤的总是他自己 就是这样 这个鬼魂会时常来骚扰博主 博主确实还蛮害怕的 所以他回到了屋子里 还把门给反锁上了 深呼吸 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 博主还要继续 去找这个鬼魂吗 没有听什么 魔力 Care 瘨瞎 重新芋茲 那能不能再来 我也不知道能帮是要跑 但我都抒了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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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Dios ¿Vieron eso? Vean son 6.55 de la madrugada y esto pasa todo... No le puse el seguro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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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这个鬼魂再次的消失不见了 播主家中的故事还是很精彩很丰富的 有空的话 制作一个全集给大家观看 巴西捉鬼干死队频道 此时正在探索一座闹鬼的房子 他们一共是六人组成的一个小队 但是在探索的时候 竟然出现了第七个人 这个多出来的人 会是谁呢? 这个多出来的人 会是谁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超长点的博主麦克斯 此时正在探索一座闹鬼的废弃屋子 他先是在屋子里安装了固定摄像机 而相机也确实拍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 在下方的沙发上的这个地方 也要做到很多地方 在下方的沙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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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沙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Охренеть, это шкаф упа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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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бращаюсь к миру мертвых. Если здесь кто-то есть, дай мне знак. Охренеть, это шкаф упал. Охренеть, это шкаф упал. Кто ты? Ты можешь показаться? Охренеть, это шкаф упал. Охренеть, это шкаф упал. Кто ты, ты можешь? Кто ты, ты можешь показаться? Я не успел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амень. Я не успел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амень. Я не успел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амень. Я не успел. Кто ты, ты можешь показаться? Кто ты, ты можешь показаться? 我认识,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出门 看来这间闹鬼的房子 真的很邪门 蒂姆的最新影片已经播出了 但是是一部无声的影片 所以呢 下面所有的内容 都是我个人的分析 如果有问题的地方 我们可以一起商讨 蒂姆回到了那个 当初探索过的鬼屋 大家可能忘了 就是出现巨大的黑色爪子的那个地方 他小心翼翼的走进屋内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狈的景象 烟通坍塌 地面上满是废弃的生活用品 还是老样子先安装设备 在布置好了设备之后 蒂姆顺手拍了几张照片 而这照片 有什么问题吗 葱镇 接着蒂姆拿出了灵体沟通器 他想试着收集这里存在的信息 而他会得到怎样的消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面镜子上竟然出现了一些信号 看来这镜子大有问题 蒂姆决定使用这面镜子进行一场召唤鬼魂的仪式 而蒂姆会召唤出什么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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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从仪式开始黑影移动物体灯的熄灭 到磁场探测器的数值升高 蒂姆可能真的召唤出了什么 而后面蒂姆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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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影悄悄地出现在了蒂姆的身边 而在蒂姆即将要发现她的时候 却消失不见了 她有什么意图吗 而蒂姆这边也注意到了这个存在 只是蒂姆找不到她 那怎么办呢 只好用最古老的办法了 很好吃 然后再回来 我们下午几个月 我们下午几个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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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蒂姆也算是完成了此次的探索 他还会再回到这里吗 可能会吧 好吧 今天的内容结束了 这里是飞红禁地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订阅 打开起铃铛 在以后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 未知的世界 黎明将至 我们下期再见